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雨時光》 我們看風神演義或看電影《魔界》 發現都是在講述人生痛在的故事 以致許多人都認為 那些不過是作家們天馬行空想像篇做出來的故事 假如有人說這些都不是神話 那些神話中的人物都曾經真實地生活在某歷史階段 估計很多人根本無法接受 但確實有很多難解的疑問 會讓我們思考 為什麼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源頭都是神話呢? 而這些神話傳說中都有相似的人神同在的故事 中國人常說自己是賢王子孫 但賢帝和皇帝並不是一般的人 司馬遷在《史記》上說 皇帝 莫寶鼎與神策 自誓 信天地之己 優明之瞻 生死之雪 傳亡之難 而至就是皇帝懂得信天而至 知陰陽 生死變法之理 行到天下 是個修煉得道之人 相傳他曾向神仙廣城指問 在德法悟道後 治理國家的同事正心修煉 後來皇帝在橋山山下處造了一個大頂 當頂駐城的瞬間 天空忽然打開了 降下了一條黃龍迎接他 皇帝和徐生近神七十多人 一起誇上了黃龍百日飛升圓滿功成 皇帝成龍飛升後 少豪繼承帝位 在位八十四年駕崩 之後由他的兒子尊玉繼位 在尊玉帝前 天和地是能夠相通的 人與天上的天人 般神比較容易溝通 天上的神或天人經常降落凡間 你們都是東方的半神文化 只是現在已經變成了古老的傳說 有沒有證明人類歷史上 真是有個半神文化時期呢? 人類最早的文明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輝煌 是蘇美爾人提造的 在蘇美爾人出土的文物中 有一塊黑著文字的黎板書 上面用涉形文字 涉及了上古時期的君主在位時間表 這就是蘇美爾王表 最早的一份蘇美爾王表 是德裔美籍學者 帕爾曼·希普萊西特 於1906年 在尼普爾城發現的 後來又陸陸續續發現了很多份 記載的內容都是一致的 根據蘇美爾王表的記載 王拳從天移江 最早的八位君主 統治蘇美爾五座城市 長達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年之久 直到淘汰人類的大洪水出現 大洪水之後 王拳再次從天移江 又出現了巴比倫王朝和阿術王朝 只不過軍王在位的時間變得越來越短 慢慢地只有幾百年 甚至幾十年了 蘇美爾人的計算單位是 Sar、Nar和Sauce 一個San是3600年 一個Nar是600年 一個Sauce是60年 蘇美爾王表的第一部分 清楚地集中了王拳從天移江 八位君主在位的時間和地點 統治最長的是第三位王 一門盧安納 在位十二個Sauce 共計有四萬三千二百年 第五位王叫道姆齊德居第二 他在位十個Sauce 共計三萬六千年 統治時間最短的是 第八位王烏巴拉圖 他在位一萬八千六百年 每個王在位的時間都是幾萬年 那他們要生存多少年呢? 中國歷史上 最長售價要數彭祖 據說是專屋的曾孫 活了八百歲 近代有紀錄的 最長售的普通人 叫李清雲 從1677年到1933年 活了256歲 蘇美爾王表中的王 也活了幾萬歲 這個已經不是人的壽命了 很神奇的是 在佛經中提到的上古七佛 前六位佛陀 皮婆師佛 師器佛 皮捨婆佛 拘留孫佛 拘拿含佛 加葉佛曾在世間傳佛法道人 他們所處的年代在幾多億劫之前 劫是佛教中的時間單位 一劫就是大凡天界一個白咒 相當於我們地球上隔43億2千萬年 而那時人類的壽命也長達幾萬年 從皮婆師佛時期的八萬歲 到加葉佛時期的兩萬歲遞減 直到最後一位佛 釋迦牟尼佛下西道人 也就是2500年前 人類的壽命就變得很短了 這個似乎與蘇美爾王表的紀錄不謀而合 蘇美爾王表最可怕的是 從大洪水之後的記載中 就漸漸與人類歷史對應上了 到了考古學家已經證實的範圍 就變得異常更精準 以至於人類無法將它們當作編出來的神話 1849年 英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奧斯汀·亨利·萊亞德 他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距離戴格里斯河十英里處 一個叫庫雲吉克的地方挖掘 那裡曾經是亞術王朝的首都尼尼尼 在那裡他發掘出大量的浮雕石板 巨大的人臉飛牛石雕和其他文物 最重要的是 他得到了亞術王朝的亞術巴黎柏圖書館中 大量涉型文字的泥板 其中最著名的是完整版的吉爾加美十史詩 吉爾加美十史詩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詩 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經在蘇美爾人中流傳 比我們熟知的河馬史詩和聖經都要更早 吉爾加美十是蘇美爾王朝的 烏魯黑王國家國王 他是考古學家能證實的和蘇美爾王表能對應上的第一位軍王 根據蘇美爾王表的紀錄 他在位126年 已經和人類中的長壽者非常接近了 根據史詩的記載 大約在公元前2375年 吉爾加美十成為了烏魯黑的國王 並且在兩河流域促成 他天生歷大無窮 才師文哲容貌精進 青年時代是個暴君 他憑植權勢欺男霸女 強迫城中居民 修建成長道妙語 以致文不聊生 絕望中的人們祈求天上諸神的拯救 天神阿魯魯就創造了一個搬引搬收的勇士 因其都去戰勝吉爾加美十 真是不打不相識 兩人使出混身解數 打了不知多少日多少夜 依然不分勝負 都非常佩服彼切的勇敢 於是就決定結而甘難 在殷崎都的勸戒下 吉爾加美十終於懂得了作為君王要為人民造福 從此善待百姓 後來災難來臨的時候 吉爾加美十和殷崎 齊心協力除掉了 殘害人類的森林大貴獸 奮巴巴 後來他們又殺死了 危害烏魯魯克居民的天牛 但是因為這隻天牛 是屬於天神阿魯魯的 天神懲罰他們 下了一個可怕的詛咒 兩人中一定要死去一個 結果殷崎都憑正而淡然地 承受了這個懲罰 接受了死亡吉爾加美十十分悲痛 也感覺到死亡的可怕 希望找到長生不老之法 躲過死亡 並且救回殷祈都 他翻山過海 力盡艱辛 終於找到了他已經移入神殖的 先祖居住的地方 他從先祖那裡得知 在海的最深處有一仙門 進去之後呢 就是幽冥地獄 在地獄的盡頭 有一株仙草 可以讓人起死回生 他就毫不優異地跳入大海裡找 誰知道 他癡身萬苦 才找到的仙草 竟然被狡惑的蛇搭走了 那條老蛇立即脫了一層皮 變得精神患發 吉爾加美十 灰心喪氣 無可奈何地回到烏魯黑城 從此以後他病了 年年的腦裡 對好友的思念 加上無限的愧疚和自責 折磨著他的生命 在他的生命之火 花腰延盡的時候 殷祈都再次出現了 殷祈都跟他說 人類注定不能永生 但人性的光輝與世長存 人的軀體死去了 但靈魂會永遠守護所愛的人 和國家所追求的理想 吉爾加美十 昔然 他的病情開始好轉 人們再次看到他們的國王 精力充潑的面旁 明亮銳利的眼神 和無比挺拔的身肢 他們歌頌他 將他的時跡寫在石板上 世代全唱 這就是蘇美爾王表上 關於吉爾加美十國王的故事 蘇美爾王表明顯地翻為洪水前和洪水後兩個時期 吉爾加美十是大洪水之後的第三個軍王 第一個軍王干書爾還統治了1200年 以後統治時間越來越短 第二任960年吉爾加美集統治126年 之後的第四任只有14年 那是否說明人類的壽命 因為某種原因越來越短呢? 而這個分水嶺 很可能就是大洪水 關於大洪水的記載 幾乎編及世界上所有民族 從中東到美洲 從印度到中國 再到東南亞 幾乎每個國家和民族 都保留著對大洪水的記憶 說明這是一場世界範圍內的大洪水 舊約創世紀宗說 耶和說 見地上人的罪惡極大 於是宣布用大洪水滅掉一切活物 並讓諾亞建造放咒 使相信神的好人得以幸存 關於大洪水 中國人最熟知的故事 就是大於治水 上書記載 信對神指說 洪水蕩蕩 淹沒了山林 人受無處安生 三王五帝中最後兩位 妖信在位時期 發生了大洪水 令海拔2000米以下的空間都被淹沒 人類的物質文明幾乎圍於一旦 崑崙山上的東方人幸存下來大洪水消退後 慢慢發展出新的文明 而三千年前的這場大洪水 也成為中華文化上三千年與下三千年的重要轉折點 中華上三千年的文化也即是上古時代的傳說中 是一個人神同在的時代 《易經》中的八卦有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之分 《福希或先天八卦》到文王或後天八卦 正好對應了上三千年 從後天八卦出現 人類就進入了下三千年時期 也即是人神同在的宗旨 在上書旅營 山海經 大方西經 女士春秋 光雨 楚雨夏 都記載著絕地天通的故事 華皇帝時候人神同在 神可以自由來到地上 人可以通過天梯昆倫山上天 但久離部落的首領 自由 作亂央及萬民 此強凌虐 專屋繼位後 為了嚴命秩序法道 明其孫仲同來 一個以雙手奮力託天上舉 一個安地下壓 天地於是遠離了 昆倫天梯再無法登天 天地間的通道被隔斷 天地間神人不經重 黎的許可 不得隨便上天下地 重和黎並授命掌管天地四時 使人神不妖 覺得其罪 這就是絕地天通 黎後來有一個兒子 叫做熱 他協助父親管理日月星神駕 運行順序 以免錯亂 後來 熱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神話中的時間之神 現在這些都被人叫做神話 只有很少的人相信 在人類歷史上 的確有一個人神同在的時代 至少蘇美以往表就是一個未解之米 喜歡微語的分享記得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